志工在厨房忙碌烹煮美味佳肴 煮好的塑料里装入便当 还要再贴上祝福与贴纸 感恩大衣王白衣大事事病逐亲 无畏事的付出辛苦了加油 这次的疫情真的很严重 那慈愿的大衣王护士真的很辛苦 那我就是在大一台看了上人的开示 对然后上人说一定要跟他们说 辛苦了加油 就是这五个字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就是化为具体的行动 把感恩化为行动 慈激志工赖美如利用工作空档 设计五款祝福与贴纸 经营摄影设计公司十多年 这回运用专业传达心意 贴在这个便当盒上面 然后让他们在享用午餐的时候 可以有一股暖流入心 没有办法出门当志工 透过我的双手 然后去祝福所有的大衣王跟护士 所以我自己内心是感觉到很欢喜 看到这个贴纸觉得有满满的爱 也觉得很有心 疫情期间表达感恩心 把温暖传给前线医护 大安新闻 黄紫玲 廖学信 台中报道